第一个也许云端上面 我要给各位一个云端 这个云端上面的话有些让云端白板 甚至今天做的那个部分 比如说我要给你们用的话 其实我可以怎么做 我可以把我刚刚做好的这一个环境怎么样 把它压缩起来 然后呢传到那个云端上 你把它下载 装到你那边去就好了 因为我已经设定好了 外挂也挂好了 你只要解压缩就可以用 这个其实也可以把它当一个懒人包 所以你今天做的那个Eclipse环境 你把它压缩起来带回家 你把它解压缩 你就不用再去加外挂 那个那些东西就不用再做了 但是设定Python的路径恐怕回去 因为改了一个地方的话 还是在还要再设定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在云端上也有放一些 这个补充的资料 然后未来可能会用那个范例档 那讲义的部分的话 PDF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又把它放上去 那另外证照考 最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教学论坛 那什么叫教学论坛 就如果你有需要 假设你程度可能比较跟不上的同学 那你希望就是说 记得你如果说你要之后 假设那个录影的档案的话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就找到这个连结 那请自行 因为它是一个不开放的论坛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 当然我已经 因为这个是我的论坛 所以我直接可以看到 但如果你不是的话 你可能就会像 如果是假设我弄一个那个 假如说 你是假设没有登录Google账号 应该看到的话 他第一个可能会 要你先登录Google账号 第二个的话 他要登录 你登录之后的话 他会有个申请指论坛成员 你把它按下去 那告诉我 你是上这门课的同学 那我会怎么样 我会帮你加进来 就像刚刚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同学提出申请 然后他已经都已经写好了 五号同学 有没有 廖子琴 来 在哪里 OK 好认真 这样子应该学 我想应该 就不是问题了 那我会怎么样 帮你核准进来了 那会怎么样 因为我的习惯是这样 你如果加入进来 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虚拟 虚拟论坛的学员的话 那我回去把它传到YouTube上去 弄一个清单 自动贴到这边 它会自动转信到你们的信箱去 OK 那你回去就自己再把它重新过就好了 如果你比较跟不上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 反正就是重复再学习 那这些资源其实还蛮多的 如果你未来觉得说 这些还学不够的话 其实你可以 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Google那个吴老师 那当然会找到我的东西 比如说我的部落格 我的那个 有些 那前面是广告不是我的 这不是我做的广告 然后 你Google我的吴老师这关键字 那会找到很多 包括我的部落 我的部落格 然后我的那个YouTube频道 那我的部落格里面的话 这边呢就有这些 之前我写过了 那其实大部分都是VBA的 这一阵子比较多是VBA 当然更早之前还有更多的 那比如说的话 那其实我是做的 应该还算是认真的 因为我甚至把画面结下来 把那个Source也给了 然后呢 另外的话连影片也出 不过现在这个影片 好像它因为里面的Flash的关系 好像没有出现 那也就可以直接点选 也可以看 所以每一个每一个 我都其实会很花时间的 做这些整理 那所以很多人看了之后 原来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这样而已 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自己再到我部落格 稍微再update一些东西 很多东西是我觉得 应该有蛮有独创性的 因为很多东西 就是我用我的方式 我的风格在写程式 所以写出来的也是会有我的 那个味道 OK 所以写程式还是要有 你自己的一套东西 你不要说 因为是call别人的 抄别人的 你想说Google一下就有了吗 对 Google一下有 但是别人的 你即便贴到你的程式里面 你未必能够很顺利的run而出来 而且run出来之后 你还是看不懂 到底那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而且解决问题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思考逻辑不一样 写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OK 但是最后你要能够比较好理解那个程式 真的要你自己做过 而且是你写出来的 不然有的时候 即便是很简单的程式 哪怕是别人写的 你自己重新看 你还是看得很吃力 所以最好是这样 以后如果你们要针对那个证照考试 最好即便我上课讲过的那个解答 你也要最好是你自己想过 用你的方法解 为什么 因为考场的时候 不会让你有看那个参考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自己重新思考过 重新写过 那就是最直接的 你会马上想得起来你怎么写 最怕都是你用背的 那背的会怎么样 因为你背不起来 有些你就写不下去了 那那一题可能你就没有分数了 大概会有这样 其他的话 像我YouTube频道里面 其实影片数量其实还蛮多 那我当然会不定期的 只要我上课 我就会把它上传上去 那目前我的影片 放在YouTube上 已经超过万个影片了 你想说什么会有这种人 对真的 就是有这种人 反正我觉得说我只要上课 我就会习惯把它录下来 我就把它放上去 那当然不是说只是纯粹分享 我自己回头看 我几年之前的影片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会记得了那么多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要上这个课 我就把影片调出来 看一下我大概就知道 真的非常有帮助 因为有的时候重新上另外一次课 之前上过的要点 真的有时候我自己看我自己上 我马上就知道了 我备课好轻松 而且甚至会找到我前一次上课的盲点 然后我把它改进 上起来更顺畅 而且有的时候时间掌握 刚好可能还可以参考前一次 有的时候上太快上太慢 时间tempo没抓好 那我可以上看前一次 我大概就知道了 然后可以慢慢的调整那个时间的tempo 可以抓到更好 那其他的话 像这边我刚才看了一下 我自己最旧的 我什么时候开始新增影片呢 回头看一下我发现 有没有看到一个数字 我也吓一跳 12年前 也就是我12年前就开始做这些事情 所以12年前我的声音 我的上课的内容 我回头自己看 又有不一样的感觉 你们也可以听听看 同样吴老师 为什么吴老师不太一样 因为那是12年前的吴老师上课 很有趣的一个 而且这YouTube只要以后 一百年之后会不会存在 不敢讲 一百年之后 比如我的孙子 我的真孙 想要知道 以后 不会很有趣 这也想太多了 OK 好 那这来就是那个 我播放清单里面一堆 最近上课的东西上面也都有 Python 其实如果你想要看其他的 甚至我之前有讲过Jungle 就是那个 怎么样把我们的 Python变成一个网站 像现在很多网站用PHP 其实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用Python 写那个网站 OK 而且非常简单 处理资料库简单 比以前PHP简单太多了 还有最近有讲到有关像那个 数据分析表的部分 有兴趣同学自己也可以稍微上去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继续把刚刚讲的部分 就是变数型别的观察 比如说哪一个哪一个 像我们刚刚讲过最重要的四种 这个资料型别 这个资料形态的话 基本上 你一定要非常熟悉 像Street一定是前后用双引号 不过特别注意 在Python里面呢 它除了用双引号之外 也可以用单引号 也就是说你用双引号跟单引号都可以 但是你不要一边用单引号一边用双引号 那就不行了 一定就是固定 那以我的习惯是这样 因为两个都可以 那你用单引号算引号都可以的话 那我干脆用双引号 为什么 因为我写VBA也是用双引号 那Python用 那转来转去 我觉得它其实两种太麻烦 但是全部都用双引号就好了 OK 所以这是我个人习惯 但是如果你不习惯 你习惯用单引号也没有关系 反正写法 只要正确就OK了 那第二个的话 INT一定是没有小数点的 有小数点的话 一定是float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list list其实中文叫串列 它可以放不止一个 OK 那我们可以练习就是说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些全部输出来 那你可以说 String是这一个 然后分别把它输出好了 OK 但是如果说我今天 希望做什么事情 转型好了 另外如果说我要再做练习 比如说 像底下会讲到 如果我要把程式做注解的话 后面也讲 锦号开头 就是注解 但是比如说 我希望上面资料都还留下来 下面四行注解掉的话 以前可能要怎么注解呢 前面加一个锦字号 但是问题是 你要再下一个再锦字号 再下一个再锦字号 那会很麻烦 有没有 如果你行数多 但是底下有四行 你要注解四次 那怎么办 交规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注解的话 一 选取四行 二 按下Ctrl键 Ctrl加上斜线 斜线是在什么地方呢 在那个左边的右边的shift的那个竹 有没有 竹那个锦 Ctrl加竹那个锦 这个时候它四行就全部注解了 也就是说以后你要怎么样 多行注解 我教各位一个方法 非常简单 按Ctrl键 再按那个斜线就竹 没有那个苍结那个竹 竹子的竹那个 按一下全部都注解了 那如果说你要取消注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再按一下就取消了 OK 所以在拍摄里面怎么样注解最简单 就是这一招就好了 以后的话这一招还蛮管用 所以我可以怎么 假如我这几行 因为我做完练习 我想要注解掉 Ctrl加斜线 那当然你也可以再做呢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刚刚有提到 有关那个 再来 所以注解 锦字号开头 但是如果你要多行注解的话 记得 Ctrl加斜线就对了 所以这边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 Ctrl加一个斜线 Ctrl加这个斜线 这个斜线 这个要正斜线 那另外一边叫反斜线 OK 正斜线 反斜线 这个可能也要稍微记一下 因为在Linus里面都是正斜线 在Windows里面都是反斜线 路径 OK 不过这是使用习惯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 不然以后可能也会搞乱 OK 所以这个是额外的那个多一个部分 其他像那个Table也是需要缩排 这个后面如果用到 我们会再陆陆续续再讲一下 另外就转型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转成Floach的话 你就是把那个变数给它 但是你也不能全部转 比如说我今天要把什么东西print出来 帮我print什么 我要把这个 特别说我这边改1,2,3,4 因为我在讲义里面是全部都是X 如果你全部都X它没办法 它不能有重复的变数名称 所以我干脆改成什么X,1,2,3,4 那我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我print了X,2的话 它当然会输出什么 输出这个1,2,3,4,5,6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呢 如果我今天 底下注解了 它没有输出嘛 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它转换成 因为它现在是整数 我要把它变成 浮点的话 那你可以在前面加一个Floach Floach Floach 然后把这边后刮一下 Floach 转型一下 你会发现它变成什么呢 1,2,3,4,5,6,点0 你会发现 Floach 你转过去 它就帮你有小数点 如果里面还是整数就点0 如果有小数点就帮你点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们换一个 比如说把X3 转成什么 转INT的话 那会怎么样呢 它这边是1,2,3,1,2,3,4,5,6 那把它变INT 结果会怎么样 4,5,6,0,4,5,6 会怎么样 不见了 有没有 其实INT 如果我在eSale里面有这个函数 那我们通常就把它当成什么 强制舍去小数点 有没有 它就是留下整数部分 在这边是转型 所以其实把它执行别都会看一下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输出 但是请记得 你不能说我要把INT 这个Hello World 你把它放进来 转成整数 会怎么样呢 对 你可以拆了 有些东西就拆了出来 有没有 Value L 他可以讲说 这个给我的词不对啊 这个不是数字 你为什么给我一个不能转的 OK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 假如把Hello World 怎么样 改成1,2,3 会怎么样 它里面是哪个数字 但是却是数字 可是可不可以转呢 不知道没关系 4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东西可以 答案都是试出来的 很多东西我也本来不知道 怎么办 试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时候 像刚开始在学一个语言 花最多时间就是试 反正各种可能性 全部试过一遍 你什么都有答案了 没试过的 你就想想看看什么了 所以如果说你都试完之后的话 那答案出现了 那你以后就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错误 可能不会出现什么错误 你大概就会了然于心的 所以为什么有人可以写得很顺 那因为他都试过了 所以背后你不是说把这眼前东西弄完就算了 你还要去思考说今天最重要就变数 变数里面最主要这四种形态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每个都掌握得很好 还有怎么样转型 第一个你要了解知道形态放什么 第二个怎么有没有办法互相转 那你不能乱转 那如果你都可以转来转去 那以后问题就会非常非常少了 这些如果你都过得去的话 后面就会越来越简单 错误就比较不会发生 另外即便未来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你也要看懂那意思 像刚刚有Hello World丢给他 你执行 他会出现这个Value的L Value的L 然后跟你讲后面会出现这个东西 他会跟你讲说 你就是这个地方出错了 你可以给我别的 里面放数字 我就可以帮你转了 他只是说他不会这么亲切这样讲 所以有时候程式语言 他有时候给的讯息太少 所以有时候你最大的盲点 我发现还是同学最大的盲点 就是看不懂下面的东西 而且光看到下面的东西 都会很惧怕 我说明明上面就告诉你为什么 你还问我 老师这边有问题 然后我过去看 上面不是有答案吗 可能 应该是说他可能第一个看到这个 他会不太熟悉 所以会不太愿意去阅读它 所以以后如果你有问题 也许你先判读一下 这上面的东西 他其实多半会给你一些错误的讯息 什么地方发生错误 那当然如果你慢慢可以接受错误的话 以后你写程式会有bug 我觉得那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最怕就是你不愿意接受这些错误 那其他的话就是 包含就是转型 所以请各位一样 形态怎么输出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怎么样把它把它做那个转转输出 其他的话还有后面还有什么拖曳资源 还有一些计算的部分 这个我想我们在后面再来看 请各位先试一下转型部分 后面先还给各位 那那个变数X1234 也不见得只有这几个 你也可以自己乱编一些没关系 然后就print加上type 然后再加上那个用int去转成整数 用stream去转成那个字串 用flow转成辅典 那第四种可能比较麻烦 因为第四种它里面有很多个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一对多的话 就没有办法直接转 所以最后一种的资料形态 在目前这边就没办法跟其他转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 历史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到 其实历史这个形态非常非常重要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可以不只放一个东西 它可以放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一个变数只能放一个资料 历史可以放很多很多的资料 而且历史还有个特点 以前那个如果你有学过其他语言 可以像阵列一样 但以前的阵列你只能放单一形态 比如说里面全部都是整数 全部都是浮点 全部都是字串 只能放一种形态 但是历史有一点比较厉害 就是说它每一个放的位置 都可以放不同形态 可能第一个放int 第二个放flow 第三个放字串 没有关系 甚至第四个还可以放历史 历史里面还可以放历史 这边二维的 OK 那没有问题 只是说 当然以目前我们现在学习还用不到 还没有办 还用不到 但之后也许 如果遇到的话你要知道 它跟阵列 就是最主要是这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它可以放不同的资料形态的资料 那这个概念 其实我觉得导致还蛮棒的 这个跟Excel还蛮像 Excel里面的储存格就是 你刚开始放文字也可以 放数字也放什么东西都可以 我觉得好像Python也有那种 把那种Excel的那种简单的概念也把它加进来 所以其实两边其实可以类比的 那慢慢发现处理大数据 真的就是 因为资料来源不确定性太大了 你不能说我今天 我不知道什么来源 那你叫我先宣告一个资料形态 可是我就不知道什么 那你怎么知道来的是一个数字 还是一个整数 我如果已经宣告成一个整数 就来了一个自创 完蛋放不进去 像以前Java就有这种问题 你一定要宣告形态 可是未来来的东西不对 那怎么办 那岂不是你要再想办法把它再转 转成另外一个形态再放进来 那就会造成很麻烦 所以Java或者是CC++ 这种要处理大数据分析 真的是太困难了 太麻烦了 所以Python慢慢有点像大数据分析 这部分的功能需求 再做调整吧 我觉得 尽量就符合我们目前所需要的现状 那这里请各位先试试看 把刚刚提到的那个四种最重要的资料形态 跟转型部分也许练习一下 另外我刚刚有教到就是多行注解 Ctrl 线加斜线 多行注解取消 Ctrl 线加斜线 其实就很快就可以把那个注解给取消掉 Ctrl 线加斜线